大家好,欢迎来到设计思考入门课程 在这个单元我们要跟大家聊聊的是 设计思考的第一个阶段 Ampathize,建立同理心 你会在接下来的这样的一系列的影片里面 学习到Ampathize 同理阶段在设计思考中所扮演的角色 以及如何进行Ampathize 像是访谈、观察的原则与技巧 以及在实际执行的时候要注意的事情 那在这一支的影片呢 我们来谈谈到底Ampathize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呢 还记得我们在之前的影片提到 设计思考是一个发散、收敛、发散、再收敛的双钻石结构 来帮助我们思考 而建立同理心Ampathize 就会在最开始发散的这个部分 也因此当我们面临到一个问题的挑战时 我们会从人的需求出发 所谓人就是我们的使用者 也就是我们解决方案背后所真正要服务的对象 所以在最开始的这个阶段 我们会专注在深入去了解使用者 试着从使用者的角度看世界 去了解使用者的行为、想法、情绪 也去了解对他们而言哪些事情是他们所真正在乎的 当然我们也要了解他所处的环境 他们是如何从事各种活动等等 因为如果我们越深刻的了解使用者 在为使用者创造解决方案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越贴近使用者真正的需求 所以说empathize这个阶段 建立同理心是我们在学习设计思考的流程的时候 最重要的一个阶段 延续刚刚张老师所说的 接下来我们就来谈谈 为什么要empathize同理 在我们拿到一个问题要去解决的时候 常常是为了他人来解决问题 很多时候那些问题 我们自己并没有亲身经历过 或者我们并不是站在那个位置上 所以我们会很难去想象对方的处境是什么 也很难从对方的角度去感同身受 举例来说 我们不会比一个车区的在地居民 更清楚他们的街道环境 也可能我们很难理解 从街友的眼睛看出去 城市里匆忙走过的人们是什么样子 不会理解长途大卡车司机 在高速公路开车的时候心情是如何 也可能无法理解 急诊室里是大一般的医师 他们是否遭遇到什么烦人的问题 只要我们自己不是当事人 没有类似的经验 就很难真的理解他们的视角是什么 也因此 为了了解人们做一件事情的真实情况 我们会需要转换角度 从实际遭遇问题的人 也就是使用者的角度出发 尝试从他们的观点 去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想 为什么会这样说 又为什么会这样做 那这也是为什么 这个阶段叫做 Ampathize 同理的原因 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发挥同理心 试着去感受他人所感受的 体会他人所体会 试着从他人角度看世界 用他人的脑袋想事情 那回到设计思考最核心的价值 我们曾经说过 设计思考是一个以人为本 重视使用者需求的一种方法 比起其他的问题解决方法 他更注重在人的需求这个面向 而同理这个步骤就可以协助我们来达到重视人的需求 因为我们同理使用者之后 我们会进一步去了解 这个使用者到底在想什么 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 那我们在进一步去探索之后 才可以去定义出关键的问题 但是话说回来 要转换角度 从使用者的观点看事情 可能是一件说起来容易 但做起来没那么简单的事情 因为首先我们自己必须意识到 我们在看任何事情的时候 会自然而然的带有自己的判断 或预设立场 或者说是偏见 那这里的偏见并非负面的词 因为只要我们有不同的成长过程 文化背景 甚至经历过不同专业的训练 就会让每个人看待事情的方式不太一样 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个偏见的存在 然后想办法暂时秉除 偏见会带来的刻板印象与评论 法国哲学家普鲁斯特曾经说过 通往今发现的唯一且真实的旅程 不在于寻找新的风景 而是拥有一双新的眼睛 为了换上一双新的眼睛 在同理他人的时候 我们所抱持的心态 应该是像好奇宝宝一样 发挥孩子般的好奇心 即使是觉得已知的事情 也装得不懂 去观察、去拔吻、去聆听 重新对理所当然的事情保持好奇 然后试着用对方的角度 重新理解整件事 当我们用新鲜的眼光 去了解他人所经历的世界 就能注意到以前 从来没有好好注意过的细节 而能够在看起来不太起眼的地方 发现新世界的样貌 令人意想不到的创新机会 可能就会在下一个瞬间出现哦 那接下来我们会请教练JM 跟大家说明一个案例 让大家体会一下 同理能带来的力量 讲到目前为止 大家可能会觉得非常的抽象 所以我们接下来会举个例子来 跟大家来解释一下 为什么同理非常的重要 再第一个例子是 在设计思考当中 非常经典的案例 它是关于MRI的案例 MRI就是所谓的核痴共振扫描 这个例子是最开始有一个在G1 起义工作的MRI设计师Douglas Douglas他一直以来为他所设计的MRI感到非常的自豪 因为他所设计的MRI非常的美观 而且功能非常的好 基本上比起其他市面上的产品都更加的卓越 所以他一直以来都觉得他设计出来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品 直到有一天 他到了医院看到有大人有小孩在使用他的产品 那在大人的部分 大家使用起来好像没有特别的问题 但是在小孩使用MRI的这个案例的时候 他就发现 许多小孩要进到这个MRI的扫描室的时候 他们竟然会挣扎 他们大哭 他们不想要进去 而实际上有将近80%的小孩 他们必须要全身麻醉之后 才能够被送到MRI的这个机器里面去做小朋友 不然他们会感到非常的害怕 然后挣扎大哭 然后想要逃走 这个画面 让Douglas感到非常的挫折以及灰心 因为他最开始觉得是 他设计出一个完美的产品 这是一个完美的设计 但到了现场后他才发现 这个设计并不完美 因为要使用他的这些小朋友 看到他就觉得可怕 看到他觉得这个MRI机器像是恶魔一样 所以这让他非常非常的灰心 而后来呢 他借由同理的方式 进一步的去想说 到底这个小孩子他们有些什么样的需求 他才发现说 假如站在小朋友的角度来想 当你进到这个MRI的机器 你就会听到非常大的 非常吵杂的这些嗡嗡的声音 然后你必须一个人被关在那里面 这让人感到非常非常的害怕 特别是这些小朋友 因此他借由这样的同意就发现 的确这样子本来的设计 对于小朋友来讲 并不是非常友善的 而除此之外 他进一步去了解小朋友的需求 发现 这些小朋友他们其实因为 是生重病的小朋友 所以他们长时间必须待在医院 那比起其他小朋友可以在外面玩 其实这些小朋友他们一直都有一种想要出去探险的 这样子的需求 这样的渴望 所以在有了这样子的了解的时候 他就发现 或许可以试着把MRI这样子的一个 本来小朋友觉得很恐怖的一个机器 转换成一个探险的旅程 所以后来呢 他就把MRI转换成经典的探险系列 把MRI转换成太空事件 转换成海底事件等等不同的主题 让护士在小朋友要进到MRI扫描这些 先看他们讲故事 让这些小朋友他们觉得 他们是一个探险主题的一个主角 然后这些小朋友就真的 进到MRI之后不再哭闹吵闹 而是认为说他正在经历一场探险 所以他在进到MRI的这段期间 必须要安静 然后乖乖的被扫描完 借由同理 Douglas把这个本来对小朋友来讲 非常可怕的机器 转换成一个让小朋友感到非常兴奋的探险之旅 这就是同理的力量 看完了这支影片 是不是对于设计思考 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 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 都欢迎你到底下留言 或是加入我们的脸书社团 一起与社团里的其他朋友 进行交流与讨论哟